今天来说一下如何做出图片扫描件上这种 文字部分残缺、不清晰、模糊的效果 本视频是我改图多年的经验总结 希望大家可以先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本次课程的PSD原文件 方便了压下载、研究、学习 第一步还是用文字工具打出要跟改的字一样的内容 通过调整文字的大小、横距、字间距 通过是不是能重合来判断文字是否一致 文字颜色最好有区分,方便对比 第二步,源头中的文字是有倾斜的 先隐藏文字图层 鼠标右键选择标尺工具 顺着文字的底边拉一条直线 上面的A后面的0.5就是倾斜的角度 显示文字图层 Ctrl加T打开变形 在顶部角度这边输入-0.5 文字倾斜就做好了 再对文字的大小、字间距、加粗平滑微调 选中文字图层 把图层往下移动一些 方便取色跟对比 点击字符中的颜色 鼠标会变成一个吸管 吸取原图上文字的颜色 点击确定 下面开始做效果 点击滤镜、像素化、点状化 一定要选中转化为智能对象 方便以后更改内容 调整单元个大小来预览效果 这边使用最小值3就可以 点击确定 再点击滤镜、杂色、中间值 半径设置为1 点击滤镜、模糊、高丝模糊 半径设置为最小的0.1 可以看到有效果了 不过文字颜色太淡了 点击图像调整四项饱和度 通过调整明度来改变文字颜色深度 调整到58感觉差不多 点击确定 文字颜色有点深 把填充调整为90 这样看起来就基本一样了 效果做好了 下面就可以任意修改文字内容了 双击、智能对象、缩列图 再双击文字 就可以输入文字了 文字输入完成后 Ctrl、加S保存 关闭这个画布 文字就改变了 效果基本就差不多了 猛一看改动的痕迹不是那么明显了 本视频主要介绍了PS的基本操作 以及中间值点状化 高丝模糊的使用 可以学习可不远真正的使用